公元1068年,北宋王朝日渐衰落,土地兼并和连年自然灾害,使农民痛苦不堪。 边境多次战争更使国苦空虚,百姓流离失所,为富国强兵,宋神宗决心展开变法。 但是面对满朝文武,谁才是能帮助他完成这件大事的合适人选? 为什么他一开始想到的几位备旋对象,在深入了解之后都令他大失所望? 想要通过变法来改变国家面貌的神宗皇帝,经历了哪些波折才最终决定启用王安石呢? 系列节目《王安石变法》,学者杨极为您讲述第一集《神宗之忧》。 北宋神宗执政初期,国内矛盾尖锐,边境战事不断,大宋江山危机四伏,神宗求变为何会选中王安石主持变法? 新法班务招来贵族、地主阻挠以及司马光等大臣的极力反对,是单纯的政见不同,还是利益、负罪? 王安石屡遭谈和两次罢相经历了怎样的心酸? 宋神宗由极度信任王安石到同一期辞职归隐,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 八年的变德给北宋带来怎样的变化? 变法的是非功过又该如何评说? 学者杨极为您还原一个真实的王安石变法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法律讲堂 从今天开始啊 我们要讲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改革 王安石变法 因为它发生在北宋的悉宁年间 也因而被称作是悉宁变法 要了解这场变法的全貌 我们有必要一开始对一个人和一个背景做些交代 那么这个人是谁? 这个背景又指的是什么呢? 观众朋友可能会以为 这个人不用说,就是王安石 前面不是说了吗? 王安石变法 主角不是王安石 那还会有谁呢? 这话没有错 只可惜啊 对了一半 虽然在整个变法的过程中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和一代名相的王安石 起着关键的作用 但他毕竟只是一个执行者 他不是幕后真正的推手 其决定性作用和掌舵的人物不是他 也就是说 王安石是被某个人推到历史前台来实施变法的 那么究竟是谁在操纵着这一切的呢?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当时的皇帝宋神中赵旭 说到这个宋神中赵旭啊 他是宋朝第六个皇帝 据宋史神中本纪记载 神中出生当天 宫中啊 突然出现了一群一群的老鼠 群鼠涂五色气 聚集成云 少年时的宋神中赵旭啊 是聪明好学 勤奋刻苦 博览群书 而且是知书达理 敬重师长 绝不适才傲物 他年纪轻轻啊 这个二十岁就继位了 继位后呢 只是发愤图强 对自己是严格要求 立志要成为一个 要有所作为的君主 他这个人啊 心底也很善良 宽厚豁达 宋史神中本纪上说啊 他是龙准龙颜啊 动指皆有长度 什么意思呢 就说赵旭这个人呢 天生一番帝王之相 而举手投足之间啊 很有贵族的气度 气度不凡 而据伯扬先生 在他的中国人史冈一书中 所写的 他认为啊 神中皇帝是中国历史上 少见的杰出而英明的君主 大家可以去想 一个年仅二十来岁 却起方刚 有远大报复的青年做了皇帝 一定是要搞点大举措 大改革的 而纵观历史 历代凡是搞激进式改革的皇帝 大多数都是年轻人 比如说秦孝公啦 汉武帝啦 唐德宗啦 还有之后的那个光绪帝啦 等等等等 他们都敢于大破大力 这里啊 有个小插曲 说宋神宗登记后啊 安规矩是得警戒太皇太后的 也就是宋仁宗的妻子 他的奶奶 那宋神宗呢 竟然在这个穿着上 动起了脑筋 他身穿一双军装啊 去见他的奶奶 二十岁的年轻人啊 一身戎装 英姿洒爽 是一扫文落书身的样子 宋神宗这样的打扮啊 实际上他是有目的的 他是想传达 富国强兵的愿望 他向往的是文治武功 而不是穷兵独武 只可惜啊 这个他的奶奶并不买账 原因很简单 概括的讲 你宋朝是当年赵匡胤 发动兵变夺权过来的 因此也最害怕 类似事情的发生 所以啊 除了杯酒士兵权之外 加强中央对军队的控制 历来宋朝都是众文轻吾 以文治武的 眼看你这个小孙子 宋神宗一身戎装 太皇太后 和颜悦色的 对宋神宗说 如果你永远不要贪军功啊 则是天下成名的福分了 这番话算是给小皇帝 上了一课 也算来了个下马威 宋神宗很郁闷啊 他的出发点很简单 概括为两句话 第一 他希望在他的任内啊 是国家是富国强兵 百姓安居乐业 第二 他眼看着赵宋王朝是内忧外患 改革已经是势在必行 迫在眉睫了 年轻的宋神宗一即位 就从内心深处产生了 富国强兵的念头 并为此忧心忡忡 他所忧虑的到底是什么 北宋王朝到神宗时 已经一百多年了 这样的一个王朝 究竟存在着怎样的问题 面临怎样的危险呢 神宗为什么认为 国家已经到了改革 势在必行的地步呢 系列节目 王安石变法 学者杨己 继续为您讲述 第一集 神宗之忧 对于这个问题啊 史学家一般语 荣兵 荣官 荣废 这三荣毒流 下于归难 而我认为呢 当时宋朝的毛病 最突出的是以下三个 第一 兵政之患 军费支出 不堪重负 公元九百六十年 赵匡英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建立北宋 史称宋太祖 当上了皇帝啊 他首要考虑的是 如何巩固政权 保住皇位 他从前朝这个安史之乱 到唐朝灭皇后的 这个五代师国 继续教训 这个认为啊 军队将领 藩阵节度时 容易催生 地方军阀的割据势力 为了彻底的杜绝后患 要根治这个 可能会导致政变的毒瘤 赵匡英打算 收权 因此就有了后面 非常著名的 杯酒士兵权的典故 此后啊 地方藩阵 再也没有力量 挑战中央了 这也就等于给 这个中央集权 这个稳定性起了保证 可问题就来了 你兵权收上来了 你中央得养兵啊 这可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啊 据张子权书 书学士集等一些文献记载 宋朝养兵 一百四十万 是历代养兵最多的 这一百四十万号人啊 加上马屁粮草 基本上 把中央财政吃了个大半 对此啊 朱熹在诸子语类 论兵中 有段话 可以作为佐证 这话怎么说的呢 他说啊 自本朝八了范政 君周之财 已多归于上 财用不足 皆其于养兵 也就是说 中央集权下的 国家财政收入 大多都用在了 军费开支上了 第二 国进民退 财富两极分化加剧 他分两个层面 来展开论述 一是国有专营 这个为了增加收入 宋朝的国有专营制度 比汉代 比唐朝更为严酷 他专营的总类 非常多 范围很广 金额更大 惩罚的力度也更严 凡是主要商品或服务的 都在国有专营之列 比如说茶 酒 盐 醋 香药 邮政等等 在控制关键性的产业之后 政府允许民间经营的商品 都是些利润微薄 经营分散的产品 像什么 服装了 针线了 肉食了 等等 也就是说 国有资本 聚集在少数上流产业 并逐渐形成了 寡头垄断的地位 二是据曾公写的 本朝政要册 人将 和许松写的 宋会要记稿 直官等文献记载 宋太祖为了拉拢和控制各路高级将领大臣们 他的通常办法就是允许他们靠经商来发财 想方设法让他们在财富上得到满足 因而对政治权利失去了兴趣 在历朝历代中 唯一公开放纵 乃至鼓动 官员经商的 就要说这个宋太主赵匡英了 赵匡英最重要的谋臣 号称那个半步仁语治天下的宰相赵普啊 就是靠经商发了大财 他在京师及主要城市开店 有人啊 不满 多次告欲壮 赵匡英听到后呢 也就一笑了之了 第三 土地兼并 广大百姓流利失所 宋代初期100年啊 对土地兼并持放纵态度 土地所有权 这个产权的交易是非常频繁 为前所未有 这个政策呢 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 是让经济得到了发展 但是另外一方面 加剧了农村的两极风化 土地越来越集中在 特权阶层手中 据胡继昌所写的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 这个研究报告啊 北宋权贵经济 占据了天下一半的土地啊 在一个郡县之中 五到六成的土地及财富 集中在少数官宦家族手中 而这一阶层 凭借着法律所规定的 赋税上的一些优惠 或是凭借与地方官吏的勾结 往往可以少交 乃至不交税 这个从客观上 形成了地方财主 与中央财政的矛盾 说到这里 观众朋友们基本上可以知道 宋代这个问题的所在 和它的治理逻辑了 你们看啊 中央要防止地方作乱 就需要控制兵权 要控制兵权就要养兵 要养兵就要增加财政收入 要增加财政收入 就要壮大国营事业 要壮大国营事业 民间经济就受到挤压 同时啊 还造成了权贵经济的泛滥 所以宋朝开国一百多年来啊 毛病越来越多 越来越重 而当财政收入 远远跟不上财政支出 社会上这个就民怨沸腾 矛盾激化 就势必要改革了 这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让神宗寝食难安 忧心忡忡的他认识到 要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 光靠自己是不够的 现在最需要的是能够辅助自己变法的人才 而就在这时 有两个人进入到了神宗的视野 他们是谁 又是凭借什么 引起了宋神宗的主意呢 这两个人 一个是时任疏密使的复辟 一个是时任御使忠臣的司马光 这两个大臣啊 也算是前朝宋仁宗皇帝 留给宋神宗的朔国仅存的 政治遗产了 让我们来逐一介绍这两个人 我们先说一下复辟 复辟自燕国河南洛阳人 三朝元老 是北宋一代名江 他少年时啊 聪慧过人 读书过目不忘 范仲淹见到他 说他有辅佐帝王的才能 就向朝廷举倦了他 而当时的宰相 燕书啊 看到他那是非常的喜欢 说他是才智俱佳 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他 大家可以去想啊 这个有了朝中大臣的老丈人的支持 复辟在27岁的时候就步入仕途 而且一路是平步青云啊 此外呢 这个复辟对边疆防务 往往有独到的见解 有才能 称出任北宋最出色的谈判高手 这个啪啪啪一番话 就打消了弃丹国要进犯边境的图谋 在宋仁宗清理年间啊 为了解决当时也已经暴露出来的 这个弊端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 容官容兵容费的三容问题 复辟呢 就参加了以范仲淹为领导的改革 对于这个时期呢 历史上称为清理新政 整个清理新政 持续了一年四个月 最终以失败收场 这个失败啊 不仅令北宋的贫落局面更加严重 而且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是什么呢 它使当时的人宗皇帝意识到 而这个朝中啊 结党私营 彭党之争啊 对局皇权统治是带来危险的 而这一点呢 作为祖宗教训呢 给宋神宗皇帝是影响深远 当然 对于复辟来说 他的满强改革热情被泼了一盆冷水 精神打击是很大的 况且他如今呢 已经是六十五岁了 身体也多少有些毛病 他不止一次的称病要退休 不过呢 都没有获得批准 他还担任着书密使这个职位 什么是书密使呢 书密使啊 是分管中央军事职务的这个最高长官 就相当于现在的军委主席 宋神宗对复辟啊 是早有耳闻 别忘了 神宗可是在宋仁宗期间出生和成长起来的 也就是说是经历过清立新政的 所以不指望这样的大臣还能重用谁呢 可是 宋神宗很快就失望了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啊 当宋神宗找来复辟 表示自己想富国强兵 想施展报复 想让复辟啊 这个助自己一臂之力 可没想到的是 宋神宗啊 完全是一厢情愿 他的想法 遭到了这位老臣的当头棒喝 富弊的意思是说啊 皇上 你这个登基不久 年纪还轻 对许多事情不太了解 问题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国家现在的这个问题啊 是一百年下来累积下来的 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根治的 总而言之一句话 皇帝啊 不是你所托非人 而是你对局势认识不清啊 说到这里 观众回问 难道富弊是人老无智 不复当年勇了吗 不对 有句话说得好 老纪府里还置在千里呢 我认为 富弊的保守 不能简单地理解为 是上了年纪了 犯老糊涂了 最主要的原因 是他曾经是积极主张 变法的改革派 但事实证明 光有满腔热情 是远远不够的 他还得配合国家的政治体制 祖宗家法 既得利益者的 全面的深入改革 而后面这些 往往是不能出击的 一旦触及 离失败也就不远了 之前 由富弊参与的 那个清理新政 不就是最典型的教训吗 所以富弊 能对宋神宗说这番话 既是无可奈何的流露心声 也是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紧神的 真实表现 此时的富弊 没有参与变法的热情了 有的只是心灰意冷 面对心灰意冷 再无变法念头的老臣富弊 神宗大失所望 没想到曾经的变法先锋 如今成了一位 官面保守的大臣 那么接下来 变法的事情 还能依靠谁呢 不甘心的神宗 很快就将目光 投向了另一位 他看好的大臣 司马光 这次 神宗皇帝 能与司马光的意见一致吗 这场神宗决心 推动的变法 何时才能迈出第一步呢 系列节目 王安石变法 学者杨极为您讲述 第一集 神宗之忧 司马光自军时 生于宋真宗天夕三年 也就是1019年 疾惯是陕州宿水人 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下县 司马光自有聪明 关于他的故事 有家喻户晓的司马光砸钢 这里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值得一提的是 十多岁时的司马光 就能把左传背得是滚光烂熟 他后来传世杰作 编年底通日 自自通鉴 就是继承了左传的叙事风格 另外 他担任的御史忠臣 这是一种古代的官名 始于秦朝 相当于现在的分级监察 继维委员 19岁那年 司马光考进进士 从此步入仕途 在官场上 司马光人品很好 口碑很高 学问很棒 他是个谦谦君子 一身清廉简朴 素来注重修身齐家的美德 在性格方面 司马光是个个性鲜明 刚正不恶 做事上又是坚持己见 勤奋刻苦的人 同时 司马光能做到沉浸温和 懂得坚毅 隐忍 而这个特质 注定了司马光 在面对艰难困局时 比一般的人有耐心 会等待时机 直到自己翻身做主的一天 而正是这一点 决定了日后 当他与王安时之间 就变法与否 相互较量斗争时 司马光笑到了最后 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至于想到司马光这个人选 原因是宋神宗对司马光 早就是景仰已久的 早在宋神宗还没当皇帝 做尹王的时候 司马光就曾把自己写的 总结历代帝王功过得失的通鉴 的前期卷 给了尹王 就是宋神宗看 当时宋神宗对司马光是大为赞赏 一高兴啊 还把自己的藏书 统统送给司马光 作为写书的参考资料 甚至这部通鉴 后面就是改名为 自治通鉴这个名字 也是宋神宗给取的 并亲自还撰写了续文 当宋神宗正式登基 做了皇帝后 司马光还呈现了御前杂子 谈古论经隶属差异法的弊端 主张革新 毫无疑问 宋神宗在欣赏司马光学识的同时 也对他寄予了厚望 认准了他会是自己变法的得力助手 但是让神宗没有想到的是 司马光同样让自己失望了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当宋神宗跟司马光 谈及未来国家要往何处去 该怎么样改革的时候 司马光是满嘴的道德人意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 成以为修身之三要 一仁爱 二明治 三勇武 治国之三本 一选拔贤人 二赏必信 三法必言 成过去当建官 就以这六句献给人宗 阴宗 现在献给陛下 成平身力学所得都在其中 司马光的这段话很好理解 但他这段话有错吗 当然没错 可是神宗皇帝满意吗 也当然不满意 当时宋神宗要的是一套能改善国家财政 振兴国力的具体方案 可司马光只知道人意道德 忍者爱民 却根本不知道如何富国强兵 这就好比一个感冒发烧的人 跑去医生那儿求治 医生呢 却口落悬河 头头十道 讲了老半天 却只是要病人呢 平时怎么样保暖 怎么样注意个人卫生 怎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等等 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 是正确的废话 经过这番干部考核 神宗这才发现 司马光原来是圣名之下 欺世难赴 根本就不是自己想要物色的理想人选 于是又一个自己曾经对其寄予厚望的候选人 被神宗在心目中悄悄地给否决了 这之后 神宗皇帝曾不止一次地在满朝文武中 仔细排查物色人选 但最后都是带着希望去 无奈失望归 后面一些人 甚至还远不如复辟和司马光的 也就是说 一个集团公司 这个企业要转型 董事长宋神忠要任命一个 能够主持日常工作的职业经理人 却迟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这让宋神忠不仅大失所望 而且忧心忡忡 难道普天之下茫茫人海 竟没有一个足以担当改革重任的人吗 然而 就在宋神宗为此苦恼的时候 有一天 他突然想起了王安石 想找他过来谈谈 那么 究竟王安石有做过些什么 能引起宋神宗的兴趣呢 他在朝中 一向是怪人一个的王安石 愿意临危受命 挑起宋神宗改革的重任吗 好的 观众朋友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神宗决心通过变法来解决各种问题 但令人奇怪的是 明明与神宗志向相投 也想用变法来改变国家面貌的王安石 面对皇帝的邀请却拒绝了 在经过几次相互试探后 王安石又为什么义无反顾的投身变法 在下期节目中 杨吉为您讲述第二集 谢天谢地 你来了